父母亲小时候就把我们弃养 或是就已经伤害我们 虐待我们 或是就常常把我们当那个皮球踢 或是性侵他等等 做出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 老了以后呢 他又说呢 我现在呢 没有钱 我不能过生活 你是我的子女 所以我要求你来付抚养义务 在法律上看起来是对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是我只要把身体养好 或者冰凝酒 你如果死掉了以后 我还有继承权 就是像那个韩国艺人碰到的状况 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 从小就没有照顾我 结果你现在可以继承 你是来做歌的 所以要不要让他丧失继承权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说 韩国有一个艺人 他叫巨和拉 主要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们想说不孝的子女 但是现在是不孝的父母 不孝的父母可不可以请求子女来抚养 那不孝的父母 生出来就把我抛弃了 或是你们两个人离婚了以后 你从小就没有养我 也都没有来看我 你就追求你的幸福 但是你现在老了 你才要回来 要我的财产 所以这个不孝的父母会不会有继承权 这个冲击就很大 这一位艺人他的妈妈从小就寄养他 他现在成名了 那他突然死掉了 现在财产很多 所以那个妈妈呢 被子扑人公 但是呢 逼后的时候清气得饿 造成很多人就讲说 你都是来收割的 第一个先来讲 实务的案件 现在爸爸他有存款 假设一千万 我们有三个小孩 夹乙饼 那这三个小孩呢 要给他送去安养院 大家呢 就约定说 每一个人都要付一万五 来给爸爸照顾 后来这个饼 这个小弟啊 他觉得越想越不对 而且他现在经济比较困难 所以他就想说 不要付 就跑出来说 我不要付了 既然爸爸他还有一千万 我们先花爸爸的 先把爸爸的拿出来 花 那真的花完了不够的话 那我们大家再来分摊来付 就跟当初的约定就不一样了 那他讲说 反正爸爸花剩下的 也是我们继承啊 为什么不先花爸爸的 要先花我的 我现在都已经不好过了 结果这个哥哥听了 就讲说 你这个不好走 你就把他扒下去 各位兄弟就为这个吵架了 请问 各位 哪一个人讲的是对的 哥哥讲说 当然是我们要来负担这个事情 等爸爸这边 看剩下多少以后再分 到底是先花爸爸的 还是我们当子女的要先护 这牵涉到我们民法上所谓的 抚养义务的事情 抚养义务 现在是老人比较多 我们先谈老人 什么时候老人才需要被抚养 大家就讲说 老了 我现在把你养这么大 假设你当律师 一个月已经七八万了 所以你应该每个月拿回来 一两万块至少来怎么样 抚养我 各位 这个是抚养会还是孝亲会 你要跟子女请求抚养会 我们民法上的这个抚养医务 在1117条 它必须是不能维持生活 无谋生能力 没有谋生能力的时候 你才可以请求抚养 我有一个案子就是说 爸爸在中刚服务 妈妈是家庭主妇 孩子他是独生子 去台南开会 结果回城的时候 癫症正化作 然后头被夹在 自强号的脚踏板 后来自强号开会 高雄了以后 把他救出来 脸都黑掉 送高一就已经死掉了 那这个父母亲告那个台铁 就有请求一条抚养费 台铁的律师 调出父母亲的财产 结果父母亲的财产 好几千万 那个台铁的律师讲说 父母亲都很有钱 没有到达不能维持生活的地步 他还可以过得很好 所以根本这一条抚养费 就是不必付 所以各位 父母亲要请求子女抚养 确实要达到不能维持生活 那其他的抚养人 也要不能维持 还无谋生能力 这个小孩子啃老族 啃老族 对不对 他确实没有收入 不能维持生活 但是他可以出去工作 虽然是我的小孩 甚至已经18岁到20岁之间 我对子女虽然要付抚养医务 我现在爸爸很有钱 没错 但是你孩子还是有谋生能力 你可以出去工作 所以我也不必对你付抚养医务 除非你长帐无法谋生 所以各位 对待下一辈的 就是他必须不能维持生活 无谋生能力 对待父母亲 必须是达到不能维持生活 我们的父母亲 如果都还能维持生活 我们给的这个钱就不是抚养会 而是校庆会 所以这个父母亲一定要搞清楚 不能把小孩当摇钱树 当然你跟他开家庭会议说 好啦你们有上班 你要领比较多 你们比较傻 所以每个月照比例来抽 那是你跟你爸爸的协议 这个是校庆会的协议 这个是第一个要讲的 关于抚养的部分 第二 再来我们在抚养的义务里面 如果这个父母亲 小时候就把我们弃养 或是就已经伤害我们 虐待我们 或是就常常把我们当皮球踢 或是性侵他等等 做出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 老了以后 他又说 我现在没有钱 我不能过生活 你是我的子女 所以我要求你来抚养义务 那各位在法律上看起来是对的 就是说 哎呀他现在老病 惨又没钱 下留老人 那么呢 这时候我们社会局 就会先安置他救助他 那社会局安置救助他了以后 社会局说 我替你出钱 那你是他的子女 你应该抚养你的父母亲 怎么会让我国家先出钱呢 所以社会局就会回来跟你要 或是呢 社会局会协助这些父母跟子女要 但是这些子女就会到法院去抗议 根据我们后来修法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不孝父母 以前欺负我们 没有好好照顾我们 弃养我们 这时候你还有脸回来 要求我抚养 所以跟法院申请 118条之一 向法院申请 减轻或免除抚养义务 那法院调查 找他们的亲戚朋友说 对啦 他以前就常常打这个小孩 或是说呢 他离家出走了以后 离婚了以后 就都四五十年没有再见过面 那现在老了才回来要找你 这个时候呢 没有相对的付出 法院还免除或减轻 这个时候 社会局的社会救助法 也不能够再跟这个小孩子要啦 所以这个就变成国家呢 用纳税人的钱呢 来照顾这个老跟小 那因为这个照顾的话 我们有所谓的补充原则 就是一个人 你先要把自己顾好 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这个家庭的成员呢 要来照顾你补充 在没办法的时候呢 这个是国家赴最后的补充原则 来照顾你 你不可以说没有的时候 就先丢给国家 现在看到好多人呢 要嘛就申请国家的补助 要嘛就先丢给国家 这个其实在宪法上是不OK的 你应该把自己照顾好 那我看到很多人就讲说 有什么补助我通通来领 其实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好各位 那第二个呢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我不像父母啦 你不抚养我 可是如果你死掉 我这个当父母的还有什么权 刚刚这个啊 他的爸爸从小就伤害他 我现在老病残 但是我只要把身体养好 活得比你久 各位 我现在90岁老病残 但是你已经70岁 这棺材装的是死人 又不是老人 所以呢 如果你先死的话 我还有什么 继承权 对 假设他是没有子女的话 这个父母亲还在的话 而他对我不好的惊喜 那这个就是像那个韩国艺人 碰到的状况了 那像这种的话 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嘛 你从小就没有照顾我 结果你现在可以回来继承 你是来收割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要不要让他丧失继承权 我们台湾还是有这个制度的 在民法的1145条的第一项第五款 假设我是这个当父亲的 有三个小孩 甲乙丙 这个乙呢 如果对我重大的虐待 或是呢 常常对我家暴 侮辱我 帮我惊 那么重大的侮辱 我可以表示 以后你不可以来分我的财产 那各位呢 确实有些子女不孝的时候 我们这些当妈妈的就讲说 你才算了 你不用想要把我抖 不过各位 妈妈过一阵子又心软了 她中秋的时候又回来 带个月餅给妈妈 其实妈也不能吃 但是她又心软了 就说好啦 以后就照三分来分 这个就是老人的这种 环环复复呢 所以各位我们这时候呢 通常会在遗嘱里面跟她表示 如果真的写遗嘱 我们会问她说 你确定哦 对她对我非常不好 所以要让她丧失继承权 那如果在遗嘱有写的话 是不是一定丧失继承权 我们就常常打这种官司 这遗嘱有写的话 第一个说遗嘱无效 这个我老师有教过了 另外一个遗嘱纵然有效 但是我并没有对我爸爸妈妈 重大虐待或重大侮辱啊 因为是你把她带去 趁我爸爸妈妈失职的时候 写的遗嘱 所以你要调查事实啊 法官不是遗嘱有写 就有这个事实呢 因为老人也常常讲一些 不是事实的话 搬弄四辉啦 讲谁对我不好啦等等 这老人讲的话有时候 越老讲的话 有时候就越不实在了 所以这个还要经过调查 我们在台湾确实是有 丧失继承权的制度 现在有这种顶客族 那么她的父亲或母亲呢 跟她长久就已经不OK了 就没有来照顾她 所以她其实可以透过遗嘱 然后依照民法1145条 第一项第五款的这个情形 让她表示丧失继承权 也可以特别另外表示了 不一定安全要按照遗嘱来 但是要调查她是否重大虐待或侮辱 所以这个丧失继承权的制度 在台湾是有的 现在第二个就是说 她不表示 但是呢 现在韩国它是立法 说呢 如果调查出来 你是这种状况 不要我继承人表示 不用利用遗嘱或其他表示 就是调查出来 你确实是这一类 年轻的时候从小就弃养他 这些其他的继承人 能够来证明你是这样的事情 我不表示 我来不及表示意外 这个时候就是当然的丧失 所以台湾这一种是要经过表示的 那么在韩国它这种立法的时候 只要查到你是这种情形 我就可以主张说 你丧失继承权 那当然这个出于一个公平 你既然小的时候不养我 那么呢 这个财产是我创造出来的 那么你为什么可以来收割 这个东西呢 想必应将来会挑战到 我们法律上的父母亲 或是其他人的继承权 或是我是个顶客族 我的兄弟姐妹 根本也对我的财产也贡献 然后呢 以前分财产的时候 还跟我打来打去 然后刀子要相见 那么我没有其他的子女 那最后是兄弟姐妹 那这个兄弟姐妹 我说我表示 我就不给你继承 我用遗嘱说 我这个财产通通要捐给公益团体 他们还有特留分 还有特留分 所以你必须要让他丧失继承权 可是这些兄弟姐妹当初 是跟我吵架而已 他也没有抚养我 也不会虐待我 也没有跟我重大侮辱 只是我们有重大争执 那这时候法院会说 他只是吵架啦 分财产 财产分完了就没吵啦 那这个算不算丧失继承权 法院不认同 所以他有应激份 那我写遗嘱说 我都要捐给公益团体 那你捐给公益团体 遗证还不能侵害特留分 所以他这个时候 还是有特留分的继承 所以我们通常会透过生前证语 生前就跟公益团体定立 证语期约把它证掉 或是写说怎么样来把他这个特留分取消 不想让他 这个就是要透过我们律师来规划 让他的钱给比较有用的 未来这个金钱的财产的规划里面 确实面临很多社会环境的一个冲击 现有的法律里面 确实有需要一些逼方去做调整 那么也需要我们事前生前 适度的规划 先前契约要写遗嘱要立 还会把财产输送到有用的地方 而不是被你讨厌的人给继承掉 甚至于不应该拿到的人拿走了 从韩国的这个法案 不孝父母剥夺他继承权的这个法案 看待我们台湾社会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以上供各位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